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汪俊凯 这次来参加Dior的活动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期待吗? 因为是又一次的传承经典和创新的两大理念融入到设计当中 也是非常期待 而且听说这次还有很多童趣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那你觉得童趣的点在自己的身上有体现吗? 这次的设计师的很多元素都是一些比较可爱 有一些可爱的元素在里面 就看起来非常童真,非常的可爱这种感觉 那你觉得自己还是一个这样的男孩子吗? 我觉得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吧 可以来推荐一件Dior的单品吗? 我觉得就是Dior的球鞋吧 因为我觉得Dior的球鞋都是非常百搭 说起来小凯还真的是一个热衷于球鞋的时髦精呢 不管是日常工作还是参加活动录节目 基本上球鞋都是她的首选之一呢 这不,前不久就又兴奋地晒起了自己的新宠 全新Dior B27运动鞋 另外Dior Jordan联名款球鞋无疑也是当下时尚界的人气王 小凯一上脚是运动活力少年本人没错了 属于男生们都会必备的新动款 如果你穿Dior的球鞋 你会选择如何搭配呢? 我觉得这件衬衫就是一件非常简约 然后有很干练的那种风格 最近有入手什么时尚的好物吗?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最近的话还是一些Dior的帽子 或者是球鞋都是入手的比较多的 冬季穿搭显瘦的小新鸡是什么? 小新鸡显瘦我觉得是我的话就是不穿秋裤秋衣吧 因为我确实很少穿秋衣秋裤 感觉小时候不穿秋衣秋裤不穿惯了 就不太喜欢穿这个 除非是特别特别冷到不行了才会穿 对于刚步入二十家的男生 你觉得最该拥有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该拥有的是保温杯吧 就是保重身体这样 不要着量感冒了这样 保温杯吧保重身体这样 不要着量感冒了这样 你认为自己是异兽体质吗? 不太算异兽体质其实 因为我在剪的时候 就只要一吃就会立马就会还回来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一个 就是不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异兽体质吧